第三個我也想分享一點,就是君臨天下77樓那宗 我自己看那個女人應該患了嚴重憂鬱症 嚴重憂鬱症其中一個病徵,就是她在一兩個月之內 她是可以,一個正常的人 譬如她100磅會少了10磅 你知道她少了20-30磅 在一個很短時間,而不是她自己想減肥 第二就是她不開心,所以影響她的食慾 然後她的情緒,她覺得有興趣的事情 她都變成了沒有興趣 我相信她可能已經陷入一個嚴重憂鬱症 嚴重憂鬱症有時會有些幻覺 所以她變成一個這麼溫馴的女人 她都可以斬超過一百刀,而不受懸 她已經去到另一個很極端的心理狀態 所以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呢 其實婚外情的問題在香港都頗為嚴重 很多男人都會有這些問題 但很多時候男人的想法和女人很不一樣 男人是博愛的,即是要多一個都無所謂 但女人是不可以讓老公博愛的 這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分別 而男人如果有些人會否認識她的太太 她以為都搞定 但有些人如果去到憂鬱 或者嚴重憂鬱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她的荷爾蒙已經改變了 所以她可能做一些事情 是超乎了她平時會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女生的情況 所以我想說很多婚姻有問題 如果早點去找人幫助是重要的 或者特別看到配偶 已經在一個頗為嚴重憂鬱的狀態裡面 我相信就不要再刺激她 然後就可能需要藥物 和一些專業的輔導去幫幫她 我自己對這幾個案件的分析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夫婦 我們知道這個夫婦 這個女的死者最後是跳樓 她也有一個八歲的兒子和六歲的女 一個家庭不只是小朋友 父母也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網來的 是互相牽連 那到一會兒 我們還有其他嘉賓 會說說她們的經驗 和如何處理她的問題 我就會總結一下她們說的 然後就會有些具體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處理這些衝突和溝通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